好同样来看到浊西乡南区浊青跟古丰村两村6个部落高中生苦无交通车 家长每天得开20公里到校来接送相当的不方便 那么接获学生家长反映的相待会主席金属敏市非常的积极向校方争取之后 那么玉璃高中校车首航开底轮天部落 学生以及家长是放鞭炮来迎接祝福 学生终于可以安全舒适的上下学了 玉璃高中橘红色的校车缓缓开底轮天部落路口处 在场等候多时的家长以及学生抱与热烈掌声 展望鞭炮请和祝福 因为从此以后部落的学生以及家长再也不用担心上下学交通的问题 我们希望学生搭车就直接上车到学校 因为有时候骑机车太远了 然后下车之后回家的时候呢下雨天你可以搭车 那希望旁边来有时候要进入的时候 跑上去还没有传承时间 你要传承到了 不要搭车 留下自己 刚刚做 运动很帅 熟悉湘南区卓青与古峰两村 六个部落就读玉璃高中的学生 地处偏远 乡村聚落苦交通车 不论是家长还是学生 每天都得来回往返40公里 接送上下学相当不方便 接获家长 陈勤反应的相待会主席金淑敏 对此则积极向校方争取获得校方支持 并且在今天顺利成行 今天守航日 玉璃高中总务主任相待会主席金淑敏 也特别到场关心守航情况 学生家长以及部落民众也都到场迎接祝福 谢谢玉璃高中 今天要回来 所以你们要好好念书 我们南京玉璃高中首创交通车第一次来这里 50年来第一次有车子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玉璃高中 也要感谢我们的家长 以及是我们无熟会的家长的感育 然后在这里我们 祝福高中学生交通专车 谢谢 玉璃高中学生交通专车 今天历史性的首航花起始无限到场面热闹温馨 卓之乡南区两村六个部落的居民欢喜迎接 日后每天早上6点45分第一站从副理乡明里发车 途经轮天、古丰、白端、长良、南安、卓乐等部落来接送学生上下学 记者是玉璃桌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